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最后我们会有两个demo分享给大家 我们首先讲一下什么是RPA RPA基本上是由三个英文字所组成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那Robotic大家心里面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说 那就是我们会怎么说 机器人去模仿人的行为 帮人做事 所以它是个软体的机器人 那第二个机器人是死的 那我们应该要给它一连串的这个流程 一连串的动作 而且把它串起来 那它才能够真正的去做一个业务的行为 那最后我们给它自动化 所以把这个三个东西串起来 就是RPA 那大家很好奇就是说 那RPA大概会应用在什么地方 那一般而言 就是以往RPA我们的定义是在一般 Legacy的系统 老旧的系统上面 因为我们会不希望说 因为是一个老旧系统了 那我们不希望再有太高额 太大量的投资在上面 但是我们往往会发现 这样的系统 我们花费在上面的这个人力的违运 是相当高的 那如果今天 我们今天起一个project 我们有一个project 那project需要预算 我们需要时间 事实上整个整合的时间 可能需要非常的久 而且有可能动到架构 所以说RPA我们试用的情况 就好像荧幕现在看到的 就是说我想要自动化 但是我又不想要大幅的去改变 既有的系统 那第二个刚提到的 老旧的系统的自动化 耗了大量的人力 第三个 这个自动化我可能没有办法 像一个专案拖个半年一年 我希望在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内就完成自动化 那最后RPA事实上 已经是变成近年的趋势 各位在看 不管是Gunner Report 或任何比较国际分析性的报告 都会告诉各位 都会请CIO把这三年 这五年内的趋势一定有自动化 一定有RPA 所以RPA我总结一下 就什么时候会试用RPA呢 那它就是一个快速 飞轻入式 第三个是很经济的自动化 所以这是RPA的试用情况 那RPA会能够帮人类呢 做什么事情呢 举方我们现在萤幕看到 各位每天在上班 一定很常做一些文书处理的工作 例如说我今天从你的这个电脑里面搬动一个档案 然后呢或者是我开取我的Email 我从我的Email里面呢 去取出一个附件来 那截取了这个附件里面的一些资讯呢 我把它到了另外一个网页上面 我去登录 然后做我的业务行为 然后呢 做完之后 我可能又要再截取网页上的某一些数据 像刚刚提到的这一些跨系统的流程的部分 都是RPA可以做的 那如果IT一点可能会运用到OCR 可能会用到API 那举凡这一些 RPA就是一个文书处理 跨系统的文书处理 那它是业务流程的基本 最重要的地方 那我们来实际看看 它可以应用在哪一些的这个行业上面 第一个我们一幕上会看到 就是说金融 举凡就是说报表的对账 保险 我们今天做这个保单的承保 保单的续保 医药 那个就是有关于 就是会员资格确认 报表自动化 电信 客户的这个订购的新机 或者电子商务 那另外麦克服务的RPA 很特别的两点 因为我们的工具 我们是做IT管理起家的 所以说我们的RPA 会特别的focus在IT相关的管理 例如现在萤幕上 右上角看到的就是说 诶 账号的建立 灾难复原 或者是说软体品质测试 那另外甚至到资安的这个合规 资安联房 资安的建设 这一些都是可以应用的范围 所以事实上RPA从前面的解释 各位会了解 就是说 它就是帮各位去做基本的文书处理 那它事实上是适用所有的产业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情境 刚刚提到金融保险业 左手边车险各位应该会有一个经验 就是说 我常常今天保了一个车险 然后那个车险时间到了 那可能会寄一个明信片给你 那明信片告诉你说 你某某某你在几月几号缴钱 那我会给你一个很优惠的这个费率 你只要到超商去缴 那你这个东西就自动完成续约了 可是各位想到超商的缴钱 那怎么样把这个资料 抛到保险公司去 而且让你的保单继续承保 那基本上 RPA能够帮各位做的流程就是说 当你今天缴了钱之后 超商可能透过 例如某家知名的超商 透过他iBone的系统 传到了保险公司 可是到了保险公司之后 他很有可能只是 一般的这个 一般的Raw Data 就是你的名字 那你的这个身份证字号 你用了什么方案 你缴了多少钱 那有了这几个重要的 关键的这个栏位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RPA 把它input 自动化的 跨系统的 把它输入到你的保单系统里面去 而自动的完成续保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跨流程的案例 那右边我们会看到 基本上类似这样子的那个 机器人做事一定比人快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就会看到说 我的倍数从4.3倍一直到10倍 事实上比人是快很多的 这个是有关 第一个在金融保险的应用 第二个 如果我们拿拿来做 IT的这个软体测试 以往的我们这个 IT测试 事实上 我们要写手动的测试案例 那在测试过程中呢 我必须要把这个测试的结果 贴的成功失败 贴在eSale上面 然后最后 我还要必须就是说去整理 每天的测试报告 这样的行为是 非常非常花时间的 那基本上这是我们 现在一幕看到的是我们在 某一个这个 银行里面POC的案例 就是说 我用了这个 自动化的这个测试工具之后 大概跟人相比 跟手动测试相比 大概能够达到6.7倍的效益 所以说 RPA也能应用在 自动化测试的这个情境上面 那第三个跟各位分享的是说 有关应用在这个灾难复原 各位知道灾难复原是一连串 跨系统的重作 例如我跨资料库 然后我跨网管 我跨系管 我跨storage 那因为跨系统的部分就是 RPA的强项 这也是一个可以用的这个应用情境 那另外IT人我们常常做监控嘛 对不对 那监控我们如果真的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是大概troubleshoot人去解决这个东西 那能不能把这个东西靠RPA来做 所以说RPA可以例如说 我到了一个你的服务的网页 去检查这个服务是不是正常 然后我登录进去之后 如果发现服务异常的时候呢 我可以在后面可能去帮你 例如说我们其实 那个异常最快的处理方式就是重启 我可能把我的IIS重启 或者我就很快的把整台Server重启 那可以让这个服务非常快的复原 那右下角更提到的就是说 IT人除了做IT管理之外 一般最常遇到的最复杂的流程 应该是员工的倒离职流程 因为他跨了有关 他跨了AD 跨了email 跨了资产 跨了很多不同的单位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等下后面 会有一个case的说明 那RPA也能应用在资安的情境上面 如各位现在萤幕看到的这个图上面 就是说我们常做一件事 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是资安单位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的URL 那首先呢我们应该会上去一些 我手上有一些信誉语评等机构 或者任何可以reference的一些工具 我会先上去查他是不是可疑的网址 那接下来呢 如果是的话呢 我会去取得这一些电脑 曾经上过这些网址的电脑 他的process 他的网路记录 去确认说他是不是已经中了木马 那如果是的话 我们会用firewall把这个网址 把它阻挡下来 最后把它加入黑名单 举凡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些 既有的这些业务流程 他都是跨不同的系统 他不只跨这个 跨网路 不只跨PC 他还跨不同厂牌 那RPA有另外一个强项 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 那这个当然也是microfocus的奖项 那我们来看一下导入RPA的效益 根据试调 各位心目中介绍到现在 应该是认为说 RPA对于速度 成本 生产力这件事情的 应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因为机器人做事 永远比人快 但是现在要跟各位报告的是说 我们在RPA的这个效益里面 除了刚刚讲的速度 成本 生产力之外 我们慢慢的也往品质 往合规的方向去走 毕竟机器人做事不偷懒 六亲不认 那我们提一个例子 就是说像刚刚讲的离职 常常各位会遇到说 我今天要离职了 对不对 但是某一个员工跟你说 我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完 虽然我这个离职日到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把email box 再多留个一个礼拜 我可能还想要去看看 有没有谁寄email给我 如果说一般人来做这件事的时候 在表单流程上面有可能看到说 这个人的email box已经关掉了 那事实上呢 我们就 就是因为人情的关系 我就开了 我就不把它关起来 多了一个礼拜 但是相较而言 如果今天是RPA 最后这个事情 时间到 刚刚讲的 留情不论 我不管你 我就把它关掉了 所以RPA的整体效益 除了刚刚讲的这个速度的这个效益之外 慢慢的也往合规品质的方向去发展 那刚刚介绍完了 RPA是做什么 就是有什么效益 然后能够应用在哪些产业 那现在正式跟各位介绍 叫Microfocus RPA 那我们的RPA 事实上在2019年的7月 我们才上市 那相关的话 就是除了今天的介绍之外 那在这个萤幕的右下角 有两个IT Home的网址 那各位也可以上去 上去reference一下 这是我们受这个有关专访 在里面也会去说明说 我们的RPA 会应用在哪些场景上面 那刚刚提到 虽然Microfocus RPA是19年 我们2019去年的7月才开始推出的新产品 但是我们使用的技术呢 并不是新的技术 我们是有一个有两个工具 一个工具叫UFT 另外一个工具叫OO 那这两个工具 Microfocus都已经开发了二三十年 那它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技术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是RPA的这个新进业者 但是呢我们采用的底层技术 已经是相当成熟了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为什么是这两个工具 那各位云木看到 UFT 我们叫Unified Functional Testing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在这个 在世界上 我们大概是自占率最高 而且技术能量最好的这个测试工具 那它原来最主要是做的是GUI 就是的这个录制跟测试 就是说我在这个电脑的UI上面 模仿人的行为 那你做什么行为 它就跟你做一模一样的方式 去达到做这个软体测试的目的 这是UFT 那第二个工具呢 我们就刚刚提到叫OO OO专门做的是流程自动化 那我们把IT的流程 就是我们主要做的是跨IT 不同的这个平台 platform 从刚刚提到的 从网路 网路 然后有关于这个OS 那资料库 application的部分 我们通通把它串起来 来做这个IT的自动化 所以我们UFT加OO 我们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 变成了Microfocus的RPA 所以说我们的RPA 除了做业务流程 那我原来的属性 原来的IT自动化 我也具有基本的软体测试 跟IT自动化的功能 OK 好那我们再更进一步介绍 那Microfocus的RPA 大概由哪几个部分所组成呢 我们大概由三个component组成 第一个各位都知道说 我刚刚提到说RPA 那我要告诉它流程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要设计流程 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个 Wallflow Designer 左手边的这一个图示 是Wallflow Designer 就是说我必须在上面设计脚本 包含GUI的录制都在上面 那录好了脚本之后呢 我会把它放到最右边的 orchestration 你就把它想成这是一个RPA的大脑 就是我录好的剧本 要怎么走 我就丢到这个大脑去 然后那个大脑的后面 就是中间有机器人 机器人可能是10个 20个 100个 1000个 1万个 我这个大脑呢 就会去呼叫我的机器人 按照我要的时间点 或者我要的行为 去做相关的事情 那我们再更深入 看一下有关于系统架构的部分 目前在这个slide上面各位看到 左手边 这一整大块 就是我们的Wallflow Designer 这个Wallflow Designer 是一个web界面的Designer 然后呢 中间我们看了一个Recoder 这个Recoder 事实上就是我们的UFT 那这个Recoder 后面有相当多的SKIR 就是我的机械 我可以做网页的录制 我可以做SAP的录制 我可以做纯Java前端 纯档内前端 或者相关 例如像Terminal相关的录制 这是我们的 左手边 是我们的Designer 那右手边的上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设计好的脚本 我们必须把它放到 机器人的上面去 所以右边的上面 是机器人 然后呢 右边的下面那两大块 我们分成API 跟GUI 那这个就是我的机器人 那我下面当然是可以横着掌 越多越好 另外我们在大脑的右边 右上 各位看到 我们开了一个Self Service的Portal 那这个Portal就是我们有一个 很Friendly的一个Web网站 让你的RPA的使用者 可以很简单的 就能够去驱动机器人 所以这个是RPA的架构 那MacBook RPA有哪一些 亮点和哪一些特点 第一个 左手边我们简单好用的设计区 虽然我们是用 另外一个UFT的这个工具 但是我们事实上 为了尽量让这些东西变得简单 我们把它包起来 像左边我们看到就是说 就是一个小小的黑框 的一个录制工具 OK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是跨平台连接 因为我刚提到说 我们是做IT的这个自动化起家的 所以我资源 100种以上的Application的UI操作 和1000种以上的API 所以说 事实上这个部分 是目前大概资源最广的 那第三个 扩充性的机器人 刚提到 我可以去 横的去掌握我的机器人 那第四个 我们有一个Central 就是那个大脑 这中间所有的传递 我们都透过加密 甚至你可以透过凭证的方式 去管理它 那所有的活动的这个记录 都有轨迹可以攻击核 然后呢最右边弹式的辨识技术 就是请各位关注一件事 就是说 每一家都会告诉你说 我的录制很简单 可能是他不会告诉你说 当你今天你的GUI发生改变了之后 你要重录的时候 那是不是一样很简单 还是一样你必须花更多的时间 来做这个脚本的维护 那Microfocus RPA 我们支援弹性辨识的技术 我可以 如果您在这个页面上 不是经过太大的改变 我们会自动建议告诉你说 你原来的这个录制的元件是A 现在是不是换成B了 在这个上面 可以节省非常多调整脚本的时间 OK 好 那首先我们稍微在往里面看 GUI录制就像萤幕现在看到 刚提到我们在黑色的框框 有一个红点 这个主要是录制的 那左下角 你看看有很多 Dane、ActiveS、Java相关的 这就是我们的RPA机器人 支援的这个前端录制的这一个Protocol 只要是这一些 大部分都支援 那市面上 多数业者现在应该只支援Web 只支援这个Windows Application 然后只支援SIP 那我们的种类上还比较多 那在录制结束之后 右手边各位会看到就是 一行一行的这一个 我们会把机器看得懂的程式语言脚本 转成人看得懂的 OK 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GUI录制的介绍 如果你觉得说 这个刚刚那个GUI的录制的弹性 不能满足我 那因为事实上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是用我们的Unified Functional Testing 这个工具去把它组合起来的 你依然 如果你是我们UFT的客户 你可以用UFT去录制非常多 更有弹性的脚本 录制完了之后 你可以把它input到刚刚的RPA的这个Designer上面去 所以说既有我们工具的用户 事实上是可以很灵活的 这个怎么讲 减少学习的这个历程 我们可以很快的把UFT录制的脚本 就放到我的RPA里面去 那这边跟各位提一下 Microphone的U 就是我们的UFT的辨识技术 大概目前荧幕上看到六种 依序从比较低阶 就是说我从键盘滑鼠的录制 坐标的录制 然后呢图形颜色 然后呢微软的人机界面 UI Automation 甚至第五到物件的录制 甚至现在比较高端的是 AI的录制 那各有其优缺点 那Microphone我们的这个录制技术 比较Focus4到6 尤其是5 我们现在最主流的技术大概是第5 就是我们采用一般的 不管是网页 不管是Windows Application 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字典库 当你点到那个物件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说 它的属性它叫什么名字 它的蚕宽高 它的颜色 用它的唯一属性去辨识 它在什么地方 OK 那其他业者有可能说 有可能还是在4到 1到4以下的方式 蛮多的 有人录键盘滑鼠 有人就是录坐标 但是当然这个当你今天去要 重新调整脚本的时候呢 你会遇到的困难会比较多一点 那第6的部分虽然是现在最好的技术 就是有关AI录制的部分 可是AI录制上面 因为目前判读的这个速度 跟整个成熟度 可能各位注入一下 当然麦克风 我们也很认真的在发展这个部分 好 那接下来 除了 UI的录制之外呢 我们刚提到 其实整个RPA的组合 不坏乎就是UI跟API 那所谓的API就是 我们没有萤幕的 我们看不到萤幕的 那我们利用这个设定的方式 去后端跟它做沟通 然后把它整合起来 那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这个下载4集 各位在萤幕上看到的这个UIL 可以进去看看 那里面举凡从Office 365 OCR 或者是说Challops 甚至我们如果今天讲说IT管理 我今天要跟这个IT相关设备整合 从OS 从资料 从Server 从Docker 从或者说我就要走API RES API的部分 我们都有提供了相关的这个整合 那这个部分下载下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import到我们的RPA的Designer 就是刚刚讲设计脚本的那一个地方 所以各位会看到说 我可以用搜寻的我找OCR 中间那一个我去寻找有关于Email 或相关的这个information 就可以跑出来 你就可以去调用这一些的API 那我们的我们的叫Connect Pack 每一家的叫法略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把它调用了 我把它拉出来了之后呢 再来就各位就会看到 萤幕上这个画面 就是说右手边我必须要去设它 例如说这是一个Excel 你要告诉他你的Excel存在哪边 你Data-sheet的名称 你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API的整合 我们不用 这个部分我们不用Ui去做录制 但是我们用API的设定去达到整合的目的 那一般来说啦 建议各位如果我今天有Content Pack 有API可以做的 我们尽量用API去做 因为API的稳定性会非常大的高于你的GUI 那后面会有更多的说明 那我们把这一些Content Pack也录好了 跟GUI做完整合之后呢 我们会丢到RPA的Central 就是刚刚各位看到的那一个大脑 那这个大脑里面当然有一个Dashboard 我们的很多Job 不管是你是临时执行的 或者你是排程执行的 都会在页面上面看到它的Status 那我们可以RoonIn点进去 我们会再看到更详细就是说 这一个流程里面到底有哪一些步骤 每一个步骤成功失败 然后右手边是这个步骤里面的detail 你输入了什么账号 你输入了什么密码 它吐了什么样的log给你 可以很方便的在这里面做一些troubleshooting 那如果你今天这一个自动化 你做的是UI的部分 我们更提供了就是说 在整个过程中 每一个步骤我们会截图下来 告诉你说这个机器人做了什么事 点了哪个按钮 那甚至你希望说过程中我想要录影 去看到说机器人过程中 因为这个比较多是for troubleshooting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录下来 然后你去看说 我机器人在过程中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提供了 不管是你做API的整合 或你提供GUI的部分 我们都提供了足够的这个记录 让你去做相关的这个确认 那当然也有很漂亮的dashboard 所以各位会看到就是 我们做RPA其实非常关注的就是ROI 就是说到底帮我省了多少时间 所以各位会看到就是说total hour 这个span 就是说我省了多少时间 省了多少钱 然后我的robot现在有几个 类似我们都可以在这个dashboard上面 很清楚的去看到效益 然后呢 刚刚前面我们提到就是说 虽然RPA 我们大家试图的把它讲的就是很简单 把它包装很简单 很趋向我们的end user 可是end user一般在使用的时候呢 以microforce的角度 我们不希望他了解太多中间的过程 甚至就是说脚本里面的这些调教 或许是我们一般的使用者 不用来做这个事情 那他只需要到 各位现在萤幕看到的这个self-service 这个RPA portal 他只要按照选单的方式 选单你可以按照你的希望就是你要去调整里面是 不管你是颜色图形或字 你都可以客制化就不用透过开发去做客制化 然后他会有两层的选单 那去选择你要的业务流程 就是一般的end user 其实不需要刚知道什么 入脚本大脑哪些都不知道 你只要有这个poto 他有权限点进去 点点点 然后输入这一个流程的必要的资料之后 这个机器人就会往后跑 那当然中间还是有一些那个执行的记录 可以供参考 那再来跟各位提到的是有关于就是说 成本效益 就是讲那license怎么算 那一般的这个多数的业者 好像刚刚我们前面看到 都逃离不了那三个架构 就是设计 designer 然后大脑 orchestration 然后另外是个bot 那有的这一个 有的这个厂家是三个都收钱 就是大脑收一次 设计收一次 然后机器人数量收一次 那有的是只有收机器人的数量 那机器人的数量又会去分说 你是 你是concurrent concurrent就是说 我不管你后排有几个机器人 例如说我有10个机器人 但是我买5个授权 那我就是同时间最多 可以去执行5个机器人 那这样子会很方便就是说 你去implement不同的机器人的环境 因为有一些是这样 如果叫seed的话 有一些就是说 我不管你有几个 例如10个 我就收你10个钱 所以concurrent的这个部分 会比这个UI的部分 就是比这个seed的部分 来的弹性很多 那microfocus 我们在刚刚的这个架构里面 我们不收designer的钱 我们不收设计的钱 我们不收这个orchestration的钱 大脑钱我们不收 我们只收机器人的钱 而且我们收的是concurrent bot 所以说目前来看那个microfocus 在市场上面 我们是提供最有效益 最经济的这个选择给客户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案例的分析 跟两个案例的demo 跟各位分享 那第一个案例 是目前台湾某个政府的使用案例 那这个案例指的是 离职单的自动化的流程 那我们刚刚提到 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上 就是说离职单 然后它显得可能现在是紫本的 那这整个流程是说 紫本的 然后呢 我必须把它input到某一个工单系统去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Source Manager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会去做离职的所有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会去停掉AD 第二件事情 我会去把原来发放的IP 把它收回来 第三个 我会把它的email账号关起来 那第四个在HR 这边 我也要去注销它相关的身份 那最后它的资产要归还 把这些流程都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会去通知该通知的人 所以各位看完这个流程之后 我们去分析 例如第一个纸本 纸本那我们会用OCR 那来做这个东西 那OCR 当然有的是可以用API 设 那这边我们是采用这个 另一个第三方的OCR 透过GUI的录制来做 那第二个是Service Manager Service Manager这个公担系统是Microfocus的产品 那当然我们自己也提供了相对应的这个 Content Pack API做整合 那第三个是AD Microsoft AD 一定是有API整 所以我们用API 第四个部分 IP发放的系统是我们的客户自行开发的 所以我们用UI去整合它 那Email的部分用的是Office 365 那我们也有API去整它 然后HR系统自行开发 我们用UI 资产系统我们用UI去做录制它 那最后可能我们透过这个有一个通知 可能是Email 那我们用透过API去呼叫Office 365去发Mail 所以说其实RPA的流程就像 萤幕现在看到的这样 我们要做分析就是说 第一个总共有多少官的流程 还有这几官的流程里面呢 我们是不是已经有既有的API 可以去做整合 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先用API 因为API的稳定度比UI来得高非常非常的多 那其他的 那偏向于自行开发的部分 或者没有API的部分 我们会用UI的部分把它整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 某一个政府的这个离职单的流程 那我们把它看一下 详细 把刚刚的东西设计在Microfocus RPA上面 各位就会看到 我就是用这个Designer 然后去拉出一个一个的流程 然后每一个block里面 都有它该设定的东西 例如AD 我就会去设定他的这个AD在什么地方 我的权限 我要在哪个OU下面去做事情 然后呢 如果是我们设计的过程中 刚刚提到 我可以用去拉不同的content peg 去把它组合起来 这是一个案例的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会有两个demo的案例 那跟各位说明一下 第一个案例是有关 我们另外一个到场 就是HR到值的这个scenario 那也是一样就是说我用这个PDF 先把它转文字 那不过这里的OCR 我们用的是API的方式 那建立Mailbus也是Office 365 然后呢 再来可能要建立SAP的账号 我们用的是UI的录制 然后申请电脑 我们也是用UI的方式去做 那最后可能通过内部的这个 协同的通信系统 Slack 我们去通知主管 那我们是用API的整合 那接下来请看我们的demo Apple 过去找到 第一印象的 That's why onboarding is so important Done right? It gets new employees up to speed quickly and sets the stage for their success One of the first steps is giving them system access If you use a slow-moving, manual process your HR specialists might have to access SharePoint open files, login to multiple systems and enter data across screens MicroFocus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offers a new way of doing things, liberating your HR Specialists through automation. Let's see how it works. In our scenario, the HR Specialist gives Office 365 and SAP access to a new employee and then orders a laptop by initiating the new employee onboarding RPA workflow from the self-service portal. Employee setup is complete in less than a minute. What happens behind the scenes? The HR Specialist saves a new employee PDF form on SharePoint, and the workflow takes it from there. The workflow parses the PDF with OCR technology and passes along employee details, such as first name, last name, hiring date, and hiring manager. Using these parameters as inputs, the workflow uses Office 365 out-of-the-box content to create a user. Next, the RPA workflow triggers a robot to create a user in SAP. The robot knows how to handle the SAP interface and doesn't need any API knowledge. The robot moves between multiple screens, mimicking human actions. As each of the steps are parameterized, the robot knows to use the employee details from the PDF form. When the robot completes SAP user access, the RPA workflow creates a change request in Micro Focus SMACs to order a new laptop, using out-of-the-box content. The final step is to notify the hiring manager. This is done by sending an automated chat message in Slack using the Slack API. Success! Office 365 and SAP accounts are created. Laptop is ordered. The manager is notified. It all started with one PDF form, and the HR specialist didn't type a single letter. Ignite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with Micro Focus RPA. 好,那第二個這個我們要分享的案例是銀行更新這個匯率的這個scenario 就是我們一些公司製造業常常需要說我今天去了解最新的匯率 然後在我的ERP裡面我去把它輸入進去 然後才能夠去計算出相關的成本 那這邊大概是幾個步驟 第一個,我們會從 Bloomberg 上面去下載最新的匯率檔案 但是這個 Bloomberg 提供的介面是 Java 的 Application 那它沒有 API 所以我們採用的是 UI 的方式去做整合 那第二個部分 因為我們把這些資料取出來了之後呢 它並不是我能夠直接輸入到我的下一關 就是說我的 Oracle 的 NetSuite 的這一個格式 所以我東西透過 Python 的方式 我們寫了一點點小程式 去把它重新做整理 然後第三個部分,整理完了之後 我就把它upload, import到 Oracle 的 NetSuite 裡面 然後upload之後,我覺得 那當然做完之後 我還要再去確認它的正確性 所以我會在這個系統裡面 再把匯率撈出來 跟原始的這個檔案比對 那接下來各位請看一下這個影片 讓我們看看 如何使用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in Finance Operations The daily work of a financial analyst is dominated by tedious manual processes and strict compliancy rules not to mention detailed preparation for audit reviews MicroFocus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offers a new way of doing things by automating repetitive, error-prone financial operations and freeing analysts to focus on higher-value work Let's take a look at one required operation Updating Central Bank Rates Five days a week, the analyst has to Log in to a Bloomberg application Search for the file that contains the day's rates Download the file Format the file for select currencies in the required style Log in to the company ERP application to upload the file And finally, make sure the rates are correct MicroFocus RPA updates and validates central bank rates automatically in about five minutes Here's what's happening behind the scenes The RPA workflow runs every day 365 days a year as scheduled in RPA Central The workflow kicks off the first robotic task The robot uses its Java skills to Open the Bloomberg Request Builder application Search for the file that contains the day's rates And download the file The RPA workflow then triggers an API operation The API operation extracts the central bank rates for the select currencies And saves a new file in the required format Next, the workflow calls a robot to upload the file in Oracle NetSuite The robot uses its web skills to perform the following actions Open the NetSuite web application Find the right screen and upload the file Map the fields And start the import Now, the RPA workflow checks the central bank rates are correct By comparing the rates in NetSuite against the source file The robot logs back into NetSuite And exports the current day's rates Then, an API operation compares the exported file against the source file Back at RPA Central, we see a perfect audit trail Showing when the workflow started How long it ran All the actions the robot took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ach step What do financial analysts say about this new way of working? I don't have to look for a backup I don't have to convince auditors that the process is correct Because RPA updates and validates the rates automatically and accurately I can finally focus on projects that influence strategic decisions Ignite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With Micro Focus RPA Let's see Well, let's see 看完了這兩個demo之後 跟各位總結一下 Micro Focus RPA 大概有什麼地方 就是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第一個 事實上我們的RPA的整個設計 都是以IT的角度設計的 所以說 其實除了一般的這一個 就是我們的這個業務場景 也很適合工程師們來設計IT 自己有的這個自動化的方式 那包含了有關於合規的方式 相關的方式 也就是說 Micro Focus RPA 你可以幫你的這個 end user 業務單位做事 你也可以 就是說幫自己的這個部門裡面 去做 去做這個相關的自動化 那第三個 我們的錄製技術來自於UFT 剛前面提到 目前全球市占率最高 技術能量最好的這個RPA 那第四個 在導RPA的過程中 可能大家會很Focus在這個工具 事實上有另外一款蠻重要的 就是說顧問服務 那等一下後面會有一個小的補充給各位 那最後一點 Micro Focus的這個 我們在台灣是台灣的原廠在地資源 我們非常重視客戶服務 我們不是只有賣RPA一項產品 我們一直從這個開發測試的這個軟體 資安的產品 監控的產品 自動化的產品 這些都是我們的主力 所以我們相當重視這個台灣的這個客戶服務 好那最後一點補充就是剛剛提到有關於專業服務的部分 就是我們做RPA 其實上除了知道說業務流程之外 我們其實要去分析它 到底這個東西可行還是不可行 那如果可以做的話呢 它的效益是什麼 那還有RPA的流程 就是說 可能我的業務流程有十個步驟 但是我找到RPA 很有可能我透過了解整個資料流之後 可能剩八個步驟 也有可能呢 發覺說這個做這個流程很有效益 但是呢 我現在可能要擴充到十二個步驟 才可以把這一個RPA的這個自動化做得很順 所以說事實上專業服務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那Microfocus我們提供了很多 我們現在很專業的這一些這個SIA的廠商 可以跟各位在討論這個流程 那以上是我們有關於這個專業服務的部分 那有關Microfocus RPA 那我們今天這個整體介紹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很高興各位的這個參與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透過任何方式Email或電話 任何方式跟我們聯絡 那我們會過去跟您做詳細的介紹 那今天謝謝各位的收看 謝謝 謝謝大家的收看 請記得幫我們填寫線上問卷 讓我們知道你是否還想要知道更進一步的資訊 或者是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提供給你 或是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提供給你 或是有任何意見都可以告訴我們喔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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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